OK 我就和大家講解一下如何設定這個印刷 設定這個印刷很簡單 因為它有內褲的功能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開關鍵 前面有一個黑色的按鈕 我們先關掉它 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要進入這個設定模式 按著黑色的按鈕來開電 它立即出了一個選單 大家看看 選單上有選項 1234 前面沒有1234按鈕 我們要用按按鍵的次數來決定 譬如我要看看設定模式 我就按兩下 它就會出了設定模式的菜單 你要看看設定哪項 譬如我要設定這個 我想編一編現在它的狀態 就是這樣 對了 它編了很長出來 其實就是編了 現在在這個印刷裡面 究竟它的設定是什麼 這個就和我們去對的 對回我們這部機的設定 編了這個出來 我們就可以 決定一下我們需要改變哪樣 那麼現在就 例如我改就是改那個 改那個Print Setting 那麼我就按兩下 sorry 應該是按設定 按一下就可以了 對了 那它就著了你可以設定這幾樣東西的 你可以做這幾樣選項的 那麼我就譬如我要改就改Print 改Print Setting 我就按1 2 3 那麼它就會出了Print Setting 有什麼選項的了 可以做的 那譬如我設定這個 那譬如我設定這個 PaperWave 的 那譬如我現在改成80的話 我就按2 就選PaperWave 它就會出了選項的了 譬如我選第一個 那麼就按1 對了 那麼它就會說了 對了 你已經改了這個選項了 它就highlight給你了 好了 那麼我要改完的話 我要出回去上一處改改其他東西的話 那我就按住它兩秒 那麼它就上回一行的了 那麼就可以改改其他東西了 那麼你做完的時候 上到最top menu 你就又按兩秒 好了 那麼我們上到最高的 menu 就會有第三項券 選擇就是 存起它了 Save & End 對了 那它就存了 兼切了紙的了 那麼大約要實行的設定 的話 就要設一關機 然後開機 這樣就設定好了 那麼當然了 你可以再編一次setup出來 對一對 究竟是不是你設定的東西 是等於我們富士通要求的 OK